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衰仔樂園》 《衰仔樂園》其實是說 應該差不多20年前 香港電視台有播 叫做South Park 有幾個人叫Kenny Kenny每次都會是死的 那套卡通片其實是很粗糙的 那賣是賣什麼呢? 賣是賣一些離經叛道的思想 即是跟主流不同的 試過幾次找耶穌來做笑話 耶穌就是跟聖誕老人打架 接著又不知出現哪個總統在那 完全都是不按常規 那些人看得很開心 那他們最近就跟CBS簽了一個合同 六年的合同 就是九億美金 那兩個人 一個Max Stone 一個叫Trey Parker 那現在應該是當今做一些文化創作裡面 人工最高的兩個人 就是比Harry Potter的羅琳還要多 因為他是一個很固定的 但是他們看的人就很多 因為他是挑戰很多道德、政治 一些正常的標準 他是打另類的 因為人始終都是有陰暗面 而且有很多叫做不是正路的東西 但是自己的人就不敢去表達 或者去想 直接想都不敢想 因為是一個社會道德 是不會讓你這樣想 就是耶穌和聖誕老人打架 你怎麼可能在一個傳統 受了這麼多年宗教教育的地方 會想到出來 會令到人有一些特別的看法 那你說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就是我自己這樣看 他是會給你有時間去思考一些東西 就是世界上的主流是否真是真的 那如果一些思想不成熟的人的時候 就是會被他影響 思想成熟的人就是會做一個反思 但是會不會真的好像他想到這麼離經叛道 未必我想那個影響力是沒有這麼大 但是大部分時間都會給你一些歡樂 那我覺得一個多元的社會 應該就可以接納的 但是中國或者東方社會就難一點 因為始終東方社會都是靠權威 就是那個文化不一樣 就是美國是開放一些 他接受的東西是比較多一點 你只要不挑戰他的管治權 他就沒有問題 你開這些玩笑他是接受得到 但是東方人就應該未必接受得到這件事 如果是的時候 那個輿論社會也都會攻擊到你體無原呼 是沒有可能存在在那裡 今天想說的《衰仔樂園》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的 拜拜